字幕幻想測試 哈囉大家好 我是Alan 跟各位分享一個我今天新設計的桌遊 這遊戲呢 非常簡單 每個人一開始的就是100塊 OK 然後輪到你的時候 你只有兩個動作可以選 第一個動作用7塊錢換一分 第二個動作用2塊錢換一分 最後我們比誰的分數多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做呢 聰明的你這個時候是不是在想 那我用兩塊錢換一分就好啦 我幹嘛用七塊錢換一分啊 在8月7號的時候我看了這篇文章 大家都知道最近天氣很熱 但是你知道就連北極圈也高達了32度嗎 全球暖化的議題都說要爛了啦 什麼冷氣不要開啊 什麼東西的我也是不信啦 你看信義為風那邊 它整個冷氣開著直接跟室溫對幹耶 對不對最好是我們幾個人不開冷氣 就能解決這件事情啦 可是當我看到北極圈冰川一直在融化 北極熊的糧食棲息地都越來越匱乏 難道我真的什麼都不能做嗎 至少挑一件最有效率的事情做吧 那當我以為全球暖化的主因可能是因為石油產業啦 或是燃煤啦發電啦等等這些是主要原因的時候 畜牧業的陰謀這個影片告訴我 而如果你是比較在乎水資源的朋友 那他也會告訴你 除了這些問題我們都還沒提到 因為放牧所產生的土地搶奪啦 飢荒啦等等的問題呢 OK所以現在Alan是要提倡吃素了嗎 抱歉 吃素這件事情我自己也做不到 而且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如果是純素我也是幾乎吃不下去 但至少我認為我們可以先從 具吃換肉率最差的食品開始 也就是牛肉 就我在Google上面查到的資料 牛肉的換肉率大概是1比7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得到1公斤可以食用的牛肉 那你最少需要7公斤的飼料去換到 那麼雞肉的換肉率大概是1比2 這個數字是不是有點熟悉呢 對如果你還記得 這就是我一開始提前那個作用 在遊戲中1比7這麼沒有效率的事情 你就不願意做 為什麼現實中你願意去吃換肉率這麼差的牛肉呢 而且弔詭的是 在價格上卻沒有比雞肉啦豬肉啦貴上多少 請問那些用水啦那些污染啦那些土地啦等等 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到底被誰吸收了呢 以前啊我超愛吃牛肉 在吃到飽的餐廳啊 不管是燒烤或是火鍋 我超愛點雪花牛 如果是美式餐廳 有那個漢堡有沒有 美式那個花生牛肉培根堡 我超愛超好吃 這僅僅是你我的口腹之欲 你要知道你現在每一口吃的牛肉啊 你就額外的消耗了7倍的資源 而這些消耗的外部成本呢 都是這些你最愛使用的生物在吸收他們 我知道口腹之欲很重要 但即使如此你依然有很多選擇 如果沒有停吃牛肉 我不會知道松板豬真的是超級好吃 如果沒有停吃牛肉 我不會知道火鍋啊 你可以點那個雞腿肉鍋有沒有 也是很好吃 湯頭變得更甜之外呢 因為它是雞湯嘛 而且還不會有一堆肉紮浮在上面 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型態 只不過在慾望上我做了更有效率的選擇 這是一個桌遊玩家會做的事情 我想也是一個聰明人應該會做的事情 再看他們一眼 這就是我不吃牛肉的原因 那你呢? 這就是雞湯